二次站期間,其實全省有很多地方,都有挖一些很重要的地下的軍事設施 那我們臨遠這邊也是其中之一而已 像壽山那邊也有,北部啊,台中啊,中部,新竹啊,其實全省各地都有 甚至南部到那個墾丁的關山,關山那邊也有這個坑道 就是當初日本人,日軍他們要南進南洋,那以台灣作為基地 所以他為了要防範盟軍,當初的盟軍要來攻打台灣,他做了很多地下的設施 可是這些地下軍事設施都不是他們日本人改位,都是徵召當地的居民 當然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技術,比較敲擊的話,因為北部那邊有在採礦 所以就請新竹那邊,那邊有在採礦的人過來打 那,擔石頭呢,擔石頭的啦,擔出去把它丟,那就是當地人 另外,有一些婦女呢,為什麼會來做那個採礦 要不然,這個石頭一打出來,到處去黃黃的,從空中飛機這樣看一下,盟軍的飛機看一下 人家就會知道說這邊在組那個軍事工程 所以要有一些人掛礦,要來蓋著,掛拿到蝦子啦,還是相思樹啊,去把它去覆蓋住 這個是大概工程的部分 那,剛剛講說為什麼有那些婦女呢? 就是當初每一戶人家要派一個紅薯公,奉氏公,供奉的鳳啊,啊,氏是昂屬、昂屬,一個人自旁 再一個氏,奉屬鋼,就是做義務工作,每一戶都要派一個 要滿18歲以上都會派一個人出來,那,有一些人家家裡沒有藍丁啊,就只有女眾,女生,就要出來 哇,啊,男生男生就出來打酒頭,那,這是工作人員 那,當初什麼時候開始做呢? 因為我訪問,目前我知道,我訪問到一位林內村的一位先生,我那時候訪問他,他已經九十幾歲了 他民國前三年出生的,他說他25歲,結婚那一年,記得很清楚嘛,結婚都記得很清楚,25歲結婚,就在做這邊的 那個工程 所以是民國二十二年嘛 民國二十二年,那我們翻開歷史來看喔,民國二十二年,就是八國 不是八國連續,是八年抗戰啦 八年抗戰,就民國二十二年,路國橋事變之後開始的 所以你看,日本人都有計畫,他從民國二十二年就開始做一個根據地了 各位想像中喔,當初這是日本人佔據的地方,不是我們在大陸那邊喔 好,那當初在做了,因為這座山喔,非常長喔,那不可能說一個,很多人在從一個地方挖嘛,所以他分四個段落 烘鼻頭那邊就一個,一個一個段落,烘鼻頭 好,然後再來是那個烘鼻頭,古林角,這個地名叫做林家村 好,烘鼻頭,這邊的清水園,清水園清水園,另外一座是在那個洪山水口那裡做,都種四座在做 那每一座人,每一座,每一座,每一座公園,都種五千人在餵 那五千人,不可能都在這個洪山水口在餵嘛,所以他有分段落 因為這個,多多少少,他會有小山谷嘛 那以清水園這邊呢,這邊的隧道,我們待會上去三號洞,以北那邊,以西那邊是唐農墓園嘛,從那邊開始 那在這邊,再到九頭公,剛剛有看到石灰堯那邊嘛,還有廣北的話,到那個金吉塔塔公墓的墓上去 這個七十公頃齁,這七十公頃的部分是王金炳他們家族 後來他跟高雄縣農會買的 這個區塊是有總共七十公頃,蠻大的 那話說起來,剛當初在做的時候,這個沿著山谷 那五千人在做,沒人在這裡做,沒人在這裡做 包括這個清水園是當初時,日本時代去現在高雄救火車站 中山路建國路那個救火車站,會去清水園做的 那九二一大地震之後,他們清水園這個公司 他們又過來看他們那時候的建築有沒有損毀 日本人在做的時候很有... 那像他們這些隧道洞口會相同嗎?相連嗎? 會相連啊 如果往這邊繼續走的話,往南啊 在早期啊,我剛剛講說那個... 我們這裡一個叫衣生園啊,他年輕的時候 跟日本軍官有認識 那現在他就帶他去,他幾方面就開始走 走到那個...可能比較清水園啊 甚至到洪山、環埔軍校 不過不會有... 洪胎啊,落大火啊,有石頭那個攀崩 我們會崩起,我們待會兒在走,我們會看到崩起的部分 因為這桌子不太硬 他跟金門的花崗石不一樣 花崗石非常硬 好,那剛剛講...還沒有完啊 剛剛講的是說,什麼時候開始做嘛 從民國二十二年開始做 因為我問的那個民國政三年,就是那個出生的 他二十五歲... 二十五歲結婚那一年在這邊做 反對就是民國二十年開始做 做到什麼?民國三十四年 做到日本人戰敗的時候 那整個工程呢,是從洪比頭那邊開始優先做起 所以當初那邊喔,那個洞口 進去的走道,旁邊都有貼爪子 還有沒什麼事 那這邊呢,是比較後段的 所以他沒有去粉光 沒有去粉光 好,那剛剛說五千人在做 那每天的進度呢 一天的進度,聽老婆說 差不多四公尺,四五公尺 一天的進度,一個圍地啊 那可是有很多人... 一組喔,五千人 所以這支山動作是在外面 兩萬人在做啊 你看多少人 一天耶 一天耶 一天四公尺,就一個點啦 一個點四公尺 其實四公尺是不遠嘛 那怎麼做呢 待會我們會進去給各位看喔 他們是用那個... 土製炸彈 他們的一種... 基本上叫萊仔 我最初是萊仔 他們說萊仔 這是... 土製的... 他們做得像麻糬 他們在做的時候 就先拿那個... 榔頭 拿一支鐵桿 然後去把這個... 這個澆水 然後去敲敲敲敲敲敲 因為質地軟齁 它就會被... 慢慢穿進去... 慢慢穿進去... 之後就把那個萊仔... 好像... 麻糬啊 那樣再引性... 塞進去...